坦白說,來得群貓會 其實很多貓都是有故事的貓 來得的要是被遺棄、被虐待 甚至受傷,才會來到這裡 香港群貓會在2007年成立 致力推廣人和貓在社區和諧共住的理念 教育大眾正確的養貓觀念 保障貓隻權益 透過領養和絕育減少街頭的流浪貓 今集有我們小陳哀 帶大家一起尋找這群有心人 和貓之間的動人故事 如果這樣算起來 我也養了30年貓 我的人生一直都充滿了貓 當時十多年前開始興起教育 教別人不要去買貓,不如去領養 而一個領養者身份認識了群貓會 我第一隻在這裡領養的貓貓叫水水 所以大家群貓會 那些人都叫我水媽 回去沒多久 我就覺得我接觸義工做的事 其實都挺有意義 我就開始嘗試跟他們聯絡 我可不可以來試試做義工 就開始在這裡做義工的生涯了 一做就做了十幾年了 這裡就是我們的自由行區 放下的貓貓通常是打了針 絕了肉 沒有傳染性疾病 也不會攻擊人 不會攻擊貓 能夠跟其他貓好好相處 我們通常都會放出來 可以和你們看看其中的貓 這裡有一個小朋友 他叫做Darth Vader 黑毛士 因為黑貓在領養的類型中 很奇怪 喜歡的人很喜歡 不喜歡的人就覺得很不喜歡 有些人是追著黑貓來養的 即是他家裡本身有黑貓 他養也是養黑貓的 而且有些你們現在見不到的位置 其實在這裡 我們叫山頂位 山頂位 山頂的朋友你好 其實躲起來了很多貓 有陌生人在這裡 他們都不出來 這些其實全部都有連資 他們都習慣了跟貓相處 又不會攻擊人 上面有一隻 你看到剪左耳的貓 又是典型的例子 就是新界有些人 住村的人 很喜歡放狗追貓 他們是娛樂 好像很好玩 那些狗追到幾隻貓 而引以為傲 它就是一個犧牲品 牠當時被狗咬住了牠的背部 牠憤力反抗 扯掉了一根皮肉 看到骨 整身血 有個好心的街貓 或者鑑生捉了牠 就立刻留意找我們求助 去了醫院 跟牠逢針留院 到現在為止 因為牠受過這麼大的創傷 譬如我們帶牠去診所 牠聽到狗聲都會發瘋 牠很害怕 不過也很幸運 牠在這裡認識很多朋友 這個現在在綠色盤 是牠好朋友 一個叫果苗 這個叫樹苗 我們不是特地 但牠們的媽媽的名字 撞了名字 牠們兩個好朋友 好姐妹 這裡每隻貓貓都有牠們的故事 儘管曾經流浪街頭 或者曾經被人類傷害過 但是這一刻 貓貓依然嘗試去相信人 若然有心有力 不妨給一個機會去領養牠們 有很多貓貓就是這樣改變了一生 這裡是我們貓會的病區 所謂病區其實是一個暫時隔離的區域 因為有些貓可能是BB 未打針 有些是未絕育 或者甚至有傷有病 我們都會在這個區域 這個在這裡出生的 去年3月25日在這裡出生 牠姓黃的 這些代母貓 在我們群貓會的族舖裡 是姓黃的 牠叫Rosa 我們群貓會是有一個族舖的 很多人很好奇 為什麼你們這些貓 有些有姓馬 有姓陳 姓白 姓金 姓姜 其實是希望一些流離失所的貓 或者是被人遺棄的貓 牠們都可以有一個家的感覺 起碼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有名有姓 譬如姓姜的就是姜色貓 姓白的就是白色貓 姓烏的就是黑色貓 這個索水模式 也有些是來自我們歷史淵源的 有些麻白色的貓 就會姓馮 因為我們第一隻麻白色的貓 叫小馮 三色貓女 我們一般現在是姓羊的 因為第一隻 這三色貓女 叫羊蔥灰 我們是紀念他們的 除了給他們一個尊嚴 有名有姓之外 其實更重要的是 方便我們的義工 起碼先餵錯藥 我寫著牠是白BB 你不會拿著黑色貓來餵藥吧 對 起碼先對著模式 起碼方便他們認貓 好了 接著還有這隻小朋友 就來了一個月左右 那時候就因為在貓牆附近的地方 被狗咬到 傷到脊骨 姐姐沒辦法照顧到 就來了我們 我們回覆了診 看了醫生 做過一些針灸 她又原本沒有尿 爛爛爛爛的腳 到現在就已經可以上廁所了 而且也是很乖的 這個妹妹叫YY 我們姓馬 這些沒有紋的麻色貓 我們姓馬 馬YY 嗨 早兩天還跟我們去這個學校做講座 做PR貓 這個小朋友那天都很開心 是否一樣 很開心 這位阿太 其實很小 他只有兩歲 你見他有點像Cream Cream的 其實他爸爸是鷹短 跟一個堂貓混了出來 送了去新界的士多 本來是打算放在這裡捉老鼠 誰知道這個人實在太懶了 想著吃就不要捉老鼠 被店舖的主人 嫌棄他 遺棄了他過來 來到的時候 看到他的食量也挺誇張 後來才知道 一笑之下就發現原來已經懷孕了 在這裡就生了幾個子女 那兩個就是他的女 他因為有些名種血統 所以他姓男 他兩個女都是代母色 所以他姓黃 在香港 氣養問題一直存在 經過COVID之後 個案更多了 其實被氣養的寵物 除了心靈上受到傷害 還可能會失去生命 所以養動物之前 真的要三屍再三屍 最悲慘的一個個案 我們現在每次想起 都是莫名的憤怒 當時是夏天 我們西斜的那個位置 起碼照著那個位置 是36度以上高溫 他用一個蜜蜂的 好像麻包袋一樣的 就把一個貓媽媽 還有生了幾隻 我想大概一個兩個月大的貓BB 裡面是有四隻貓BB 塞在那個麻包袋 密封擺在門口 就走了 貓媽媽和下面有兩隻 就當時焗在裡面 活生生焗死了 裡面是濕淡淡的 然後面頭那兩隻 稍微可能近個袋口少少 吐到少許氣 我們發現牠的時候 是眾生還到 但是後來也救不上 是一家五口 就是因為這樣 給牠一個不負責任的行為 活活焗死了 牠是跟殺人兇手沒有分別的 有些就是年紀很大 除了剛才那些BB 或者是小時候的貓 或者受傷那些 也有些是被遺棄的貓 年紀很大 又有傷病 這個其中一個 牠叫Jacko 小朋友 來吧 是不是要抱的 我們每天都要抱一抱 對嗎 來吧 對 厲害 這個孩子很乖 唉 牠的故事真是 是很慘的 不過牠也很堅強 本身 養尊處優在家裡 有一個獨居的女士 就養了牠 我想已經十幾年了 突然有一天 可能有一些意外 在家裡暴斃了 沒有人知道 直至可能有一些氣味 引起鄰居注意 就去了報警 破門進去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裡面 那些女士已經過了生了 有一個貓現場走了 另外有兩個貓 就送了一些寄囊人 去到的時候 發現牠們的健康狀況很差 應該也救不了 就立即是安樂死了牠們 他和當時同盤同胎的 另一隻兒子 就送了來我們這裡 送到過來之後 我們一看到狀況 是很不尋常 因為是很瘦 食慾、飲水量 跟牠這個年紀很不符合 所以馬上跟牠看醫生 我們已經覺得 牠是有些內科的問題 果然一去看醫生 就知道是甲狀線抗進 正常的藥物控制下 牠已經回復了 正常可以休息 吃到藥之後 牠可以休息 可以有足夠的休息 不會經常亢奮 不知自己怎樣 我們現在幫牠們 改名叫Jekyll 牠原本叫大梵 牠有個同胎的弟弟 叫細梵 後來來到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牠是有臨巴癌症 後來就離開了 牠也挺慘的 在人類的世界裡 從小時候 享盡福氣 有人疼愛 有人照顧 到老來 周生病痛 主人走了 同伴死了 然後同胎的兄弟姐妹都離開了 其實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牠也很淒涼 我們有時候想起牠的處境 都特別疼愛牠多一點 是的 牠是很喜歡我們 其實牠是很需要愛的 很需要愛 你看看牠見了牠 是嗎? 擦別人頭頭 嗯 好了知道了 我知道你很疼愛 是嗎? 因為我們貓會有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是叫No Q or Cure 不殺不休 任何的情況下 我們絕對不會 進行任何形式的安樂死 我們相信貓的命 是屬於牠們自己 牠們要走 牠們會自己有分數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 就會知道 我們有這個信念 牠們的貓 有任何的長期疾病也好 或者有什麼傷病 都會拿過來給我們貓會 變成我們有時候 留院的醫療開支等等 其實都挺驚人的 好像最近有個例子 有個幼貓 被人在背脊裡淋了 腐蝕性液體 整個背脊都爛了 留院都留了一個多月 醫療開支 大家都可想而知 貓貓倒上一輩子的信任 陪伴著我們 但是現實中 大城市裡面欺養 虐待 惡劣繁殖 令到不少貓貓 或者動物們受苦 尊重所有生命 希望大家都能夠 善待動物